宋丹丹一家人的家庭氛围也太好了吧 如果不是这期节目 观众对她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强势而不讲理的老牌明星上 大静老师早上那一班 然后有些像雪晴那不参加 不是你参加哪个班 你哪个班都不参加 你在这说什么 我她不想去早上呢 她不想去她自己能说呀 有你什么事啊 然而当她回归到家庭时 整个人又病回了一个很矮可情的老太太 能做到这一点 她的儿媳妇活苦功不可没 这天宋丹丹来到儿子巴图家吃饭 意外得知她的节目上的表现 并不是最优秀的 言语间立刻就流露出了些许不满 这时补补的一张乔嘴就上线了 我跟你讲男孩子在一起特别内卷 不光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还会帮助别人做 她能力还是可以的 她就是平常没机会显示而已 对你太能干了 嘴太甜了 可以可以 这一段话对于宋丹丹来说可太舒心了 但她优心的事情并不值此一见 近年来受她强势又古板的声音越来越大 被这样的舆论包裹着 她也不免有些伤感 你老看那不好的 就老给你推送那不好的 我得找一个好的 然后不停地看人发我 推送的全都是我 又有艺德 演戏的演技又精湛 到这么大年纪 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和形象 你可以下去了 我跟你讲男孩子可强势 博古的这段话 情商可太高了吧 宋丹丹以下一次 就被斗得心怀怒放 对于自己这么贴心的儿媳 她是她心底里喜欢 因此关系十分清静 其实你们应该安排你们自己的生活 我担心你们就是 到时候会帮离我太远 再过四年 我马上就七十岁 就其实有效的时间非常短了 对我来说 对于她的忧虑 博古很是心疼 接着洗碗机的机会 就掉进了厨房和巴途感慨 真的是觉得 妈妈怎么那么客气呢 还得说 以后我可能得需要你们了 什么 我真是正常了 情感没那么自信 其实 她对宋丹丹的体贴和关切 可不是虚假的谄媚 而是真心互换 就是生完偶一的时候 我好几天才来奶 我妈都见了我都说 来没来呢 怎么回事 然后破疼 心里难受 你进去就跟我说 没事 不行咱不为了 就是这事我能 记特久 宋丹丹对儿媳的关怀 可不仅限于自己的身体力行 还会严厉督促儿子巴途 对伯姑更好一点 果然只有真诚才能换回真心的对待 所以伯姑对宋丹丹的耐心和温柔都是有理由的 在宋丹丹这样的教育下 巴途果然成长为一个体贴入微的好丈夫 在日常的言行中 满是对老婆的尊重与关心 你说是谁让女生 必须得保持好看 还必须得好好当妈 还得当好媳妇儿 女儿儿媳妇儿 这很难呀 比男的难好多 男的真的就蛮好当的 下班回来以后就可以躺在沙发什么的 说哎呀上班又好累那种 真的是偷懒的职业 当两人一起出去农家乐时 她也是实力演绎 什么叫绝不会让老婆累着 给我呀 哎呦她俩还挺甜 挺干嘛呢 巴途真的就是24岁像好老公啊 而宋丹丹看起来也对她的表现十分满意 我儿子是一个最好的父亲和一个最好的老婆 有这样的父亲 应该肯定没问题了 要不怎么说还是老人家看得透彻呢 正如宋丹丹所料 巴途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十分的尽心尽力 这样这个位置大人小孩都能看得到 我跟你说啊 因为每一个人来咱们家都会看到楼道 所以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的画 还挺好的 我觉得 果然家庭氛围这种事 是真的要靠每一个人去传承 维护的呀 就算是一种多辣子 就算是一种多辣子 谢谢观看